我们先计算出甲酸的浓度 2.3克除上甲酸的分子量46 除上总体积100毫升是0.1公升 算出来的浓度是0.5M 那我们来看一下氢离子浓度是解离出来的 所以氢离子浓度3乘以10的负2 除上原本的0.5 这可以求出它的解离度 那解离度算出来 它是6% 6%是一个大于5%的一个条件 所以从这边可以知道 不能带公司 计算 那不能带公司 我们必须要推出它完整的一个反应是 甲酸解离出H症 加上甲酸根 那反应前 甲酸有0.5M 反应的时候 减掉0.03M 加上0.03M 这边也加上0.03M 这边也加上0.03M 达到平衡的时候 然后甲酸剩下0.5M 减掉0.03M 那生成的酸0.03M 还有甲酸根0.03M 把平衡的条件带入K 分子的地方生成物 0.03M 有两份平方 反应物 0.5 减掉0.03M 因为这个值它大于5% 所以不能省略 以实际的数字计算出来的结果 我们会得到 1.9乘以10的 负3 数字计算出来 3.1 100的数字计算出来 3.2 4.0 4.0 4.1 4.1